哈啰 大家好 我是张老师 对 我们今天谈一谈 什么叫做六四 什么叫做第七四 什么叫做第八四 因为有一些朋友有写信来问到这个问题 他说整个八字结构 有扯到我们上辈子的事情 那是扯到上辈子什么事情 对啊 扯到上辈子什么事情 因为八字它只是一个印记 跟你讲你这辈子怎样怎样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从佛法当中六四跟第七四 第八四来讲会比较清楚 好 六四大家都知道 言耳鼻舌身义 也就是舌身香味触法 你们常在听很多人在讲 六四 六四啊 言耳鼻舌身义 舌身香味触法 你的感觉 你的触觉 你的嗅觉 这个很容易解释 最重要是什么叫莫纳士 什么叫阿赖耶士 这翻译的 莫纳士一般我们统称叫做第七四 阿赖耶士叫第八四 好 那什么叫做莫纳士 莫纳士来解释遗传学是最好的 因为遗传没有办法来证明 所有一切的真理 包括达尔文的物竞篇则 也不能解释得很好 你注意看喔 很多人是医生喔 他的爸爸妈妈不是医生 他的阿公阿嬷不是医生 他的祖宗六代没有我们当过医生 第二个 他祖宗六代 甚至除了他的爸爸妈妈以外 没有我们受过教育 所以你说遗传学 解释得过吗 解释不过 好 第二点 很多爸爸妈妈是医生 他的小孩子也是医生 那这个医生以后 他的儿子娶医生以后 又娶了一个女医生当太太 请问你 到他们第三代 理论上来讲 爸爸妈妈医生 你自己是医生 你的老婆是医生 你生的小孩子 理论上来讲 你得天独落 是不是应该医生 不见得 你从莫纳士来解释最好 莫纳士叫什么 潜意识 那西方有一个心理学家 就是佛罗伊德有讲了一点点潜意识 但是荣格讲最多 讲最多的潜意识 就是讲 个人的潜意识 跟集体的潜意识 那我们今天重点是讲到 莫纳士他是一种潜意识 好 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 你看哦 你的爸爸妈妈不吃辣的 你本身不吃辣的 你先生也不吃辣的 比如说你是女生 你生的小孩子你注意看 为什么特别喜欢吃辣的 我常常在讲西方的遗传学 解释不是那么透彻 但是从莫纳士的观点来解释 解释的就很圆融哦 你看我的爸爸妈妈没有音乐素养 没有音乐的含养 没有音乐的知识 突然间到第四代第五代 就有那些人听到那个音乐哦 他不晓得什么叫抖雷音 不晓得什么叫A调B调 不晓得什么叫音阶 但是他会 他会听出那个声音 有的人看到异画他会画像 这叫莫纳士 叫潜意识 好 什么叫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叫做种子 是你的种子 也有人叫做知识酷达 也就是说你所有的六识七识 要全部放在第八识阿赖耶识 很重要哦 阿赖耶识很重要 为什么你注意看 有的人在念经的时候会哭 有的人突然之间听到一首音乐会哭 有的小孩子在把握公司玩 突然之间看到一个东西 他会傻触不动看了很久 为什么 那么多玩具哦 乐高玩具什么电动玩具什么 什么恐龙 他就看到某个玩具 为什么 他的种子是在唤醒它 为什么我们现代教育当中 一直鼓励小孩子 要多去接触自然 要多去接受刺激 在讲阿赖耶识 这个很恐怖啊 这个可能是上辈子 可能是上上辈子 可能是上上辈子 我再跟你讲一个问题 有的人读书不会 体力也不好 他看到这种艺经 这种挂很有兴趣 他看到那个八字结构 他很有兴趣 他可以看两个小时 不会动 阿赖耶识 因为你沉在过去的五死结当中 你可能有重置这种工作 而且你蛮喜欢的 就留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 老师今天为什么讲八字 人往生的时候六字会没有 人的比蛇生意没有 再过来第七字会没有 等到第八字一走 你就往生了 所以很多很多科学家研究 人在死那一刹那 前面大概还有四分钟的时间 叫做平死阶段 还是临死阶段 还是刚死阶段 翻译不一样 就有四分钟 你可以回忆你这一辈子做的事 你从你当心来开始 一顶位置好像一个摄影机 四分钟 四分钟 有人说是临死 有的时候说平死接近平 有人说是刚死 那个经验 所以那个时候 如果四分钟 你可以急救他要回来 他会把你这辈子的东西 很快速的在三分五十九秒当中 repeat again 考译给你看 所以三二都会出来 往昔所造诸二月 皆从无死贪嗔痴 所以如果你碰到大自然的现象 还是命理的现象 不能解释 你用获纳士阿赖夜市来解释 最好解释 第一个潜意识 第二个 第二个 就是你的总指示 那潜意识又分为个人的潜意识 还有集体的潜意识 很好分 那我们今天的阿赖夜市跟莫纳士就要讲到这里 如果各位 有什么不清楚 还是可以 你们可以波容写个信过来 我老师会尽我的所能帮你解释 这刚好是有一个 朋友蛮热心的 想要说老师啊 什么叫这个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有 你的八字你这样的话 在这个的前面当中 就隐瞒了莫纳士跟阿赖夜市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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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